其实还是首先要对自己蛮有信心的 然后我觉得只要努力 然后不留遗憾 我觉得名次都是次要的 希望明天就能够完完全全 能够展示到自己 然后不要留遗憾 会有一点 我觉得适度的就一点担心 一点紧张 反而能够让我就更加兴奋 然后能更清醒一点 其实跟大家待在一起 我觉得很多时刻真的是 就其实很多的时刻 都已经定格在我脑海了 然后我还是会想到 就是中秋节我们在赛班的时候 然后大家很高兴地拉着手唱歌的时候 我看到有些女孩就想家 然后他们有没有很大声地说传奇 有在偷偷哭 我有看到